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上期视频带大家一起了解了 今年2024秋冬都有哪些流行趋势 那从这周的视频开始呢 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秋季穿搭的灵感 那我也从优衣库和Zara最近的秋季新品当中 挑选出了我认为值得关注的单品 来给大家分享五套适合早秋穿搭的这个灵感 那同时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不错 很高性价比的一个首饰品牌 那他们家所有的这个视频呢 都是18K镀金的 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呢这个光泽感呢也很够 不易褪色 我这次收的这几样视频呢 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就结合今天的这几套穿搭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搭配灵感 那首先第一套look呢 就是一套非常适合早秋的 带有一点点法师复古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穿搭 那上衣的部分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来自优衣裤的一件 深蓝色的针织开衫 这件针织开衫也是今年优衣裤 比较受关注的一件单品 很多人把它称为平T版的Ruff Lauren 因为它这个针织的表面是这种麻花的一个扭纹设计 所以跟Ruff Lauren是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 那把它跟白色的西装裤搭在一起呢 也可以轻松的去搭出比较老前锋的一个穿搭 那像我自己呢 是还挺喜欢这件针织衫的面料的 摸起来呢 是非常的柔软轻敷的 直接TU穿呢 也不会说扎皮肤 对早秋稍微有点点凉意的季节来说呢 其实这个厚度也是刚好合适的 那如果之后天气再冷一些的话呢 用来搭在外套里面呢 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叠搭过渡的层次感 那深蓝色也是今年秋冬的流行色之一 是一个很显气质很高贵的颜色 那搭配的这套裙子呢 是来自ZARA的一条鲍纹的半裙 这条它的这个材质虽然不能跟真丝相比啊 但是它这个锯纸纤维的面料相对来说也比较的扛皱耐磨 那这套裙子呢它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穿多起来呢还是挺方便的 长度呢也是属于小个子比较好驾驭的 那在上这秋冬流行趋势的视频里面也有跟大家聊过 鲍纹也是今年这个秋冬比较流行的一个元素之一 与此同时也是法式穿搭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元素 那这套穿搭主要的一个色调呢就是深蓝加棕色 所以在饰品的部分呢 我是选择了一条虎眼石的这个项链去进行一个点缀 它这个虎眼石的周围呢还包边镶了一圈金色的纽纹的这个金边 给人一种非常神秘高贵的感觉 而且像我在转动这个项链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到它虎眼石散发出不一样的一个光泽感 很立体很显高级 感觉虎眼石的这个色调就非常适合秋冬天来戴 如果大家手里有比较偏小颗粒的这种珍珠项链 也可以拿出来就是跟这条项链去进行一个叠戴 出来的效果依旧会非常的好看 那为了呼应这套look的法式穿搭的风格 所以鞋子的部分呢 我依旧还是选择了这双红色的玛丽针鞋 真的是年年拿出来穿都不会过时的一个款式 那包包的部分呢 因为我不想这一套穿搭的颜色过于繁杂 所以呢我是选择了一款棕色的小包 去跟这一套look进行搭配 整理看上去整个这个色调呢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的统一和谐 那第二套look呢 同样是一套非常适合早秋的穿搭 走的是一个比较自然文艺的风格 那上一部分我选择的是这件 忧郁库的网眼针织衫 这件其实我大概在几个月前 就是当时还在怀二宝的时候 其实有在视频里面跟大家推荐一款 我跟这个非常类似的灰色的一款 网眼的针织衫 那今年秋冬呢 忧郁库又出了一件非常类似款的 这个深巧克力色 也是今年秋冬非常流行的一个颜色之一 它是一个非常显气质 很显贵气的一个颜色 也非常的能够穿出 这个秋冬的一个氛围感 那它呢是含有30%羊毛的一个成分的 所以它在有一定的保暖性的同时呢 也不会说扎皮肤 那跟这件毛衣搭配的这条小白裙呢 也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 有跟大家推荐过的 那这条小白裙也是我从春天穿到夏天 再穿到现在的秋天 真的是什么季节我都把它拿出来穿 我觉得除了冬天不能穿以外 其实其他季节拿出来搭配都非常的好搭 它的这个设计呢 是一个蛋糕裙层叠的一个设计 所以是可以轻松的去穿出一种浪漫 随性的气质的 那我为了呼应这套穿搭的时髦文艺饭 所以在项链的部分呢 就选择搭配了一条这个音乐乐服的这个项链 哇这个项链真的非常的精致 小巧很好看这条小项链 虽然它这个音乐乐服设计的非常的小巧啊 但是它戴在脖子上 因为它是18K镀镜的一个材质嘛 所以在身上整个看起来的这个光泽感 跟这个闪度呢都是非常足够的 我觉得这条项链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买来送闺蜜呢都特别的合适 如果说你有读音乐系的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送这个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的 鞋子的部分呢 我搭配的是ZARA新出的一双芭蕾舞鞋 这双芭蕾舞鞋真的是我在官网一眼就相中了的 它其实一共出了两个颜色的 我其实是想包色购买的 但是考虑到家里面鞋子确实是比较的多 所以呢最后就选择了一个更加适合秋冬天的 一个更加浓郁的这种酒红色 那这双鞋子呢它真的是非常意外的很好穿 整个这个皮呢都很柔软 底呢也很舒服 包括今年其实又特别的流行芭蕾舞鞋嘛 那我自己呢本身是不太喜欢太可爱 太少女感的那种芭蕾舞的鞋型的 我觉得这一双对我来说呢就刚刚好 它整个这个绑带的这个设计呢很文艺复古 跟这一套搭配起来呢就是刚刚好合适 那这双鞋子的尺码呢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点偏小的 所以如果你是胖脚的女生的话呢 最好是拿大一个尺码 如果是跟我一样的瘦脚的话呢 其实拿大半码这样子就足够了 那包包的部分呢我就是选择搭配了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新买的这只Lemere的牛角包 那我是想给这套穿搭呢更加增贴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 所以就选择搭配了这只包包 而且我觉得颜色上来说呢也非常的和谐好搭配 那在第三套look呢就是一套denim on denim的穿搭 那像是这种风格呢也是我基本上每年入秋都一定会穿的 那这套牛仔衬衣以及牛仔裤的部分呢都是来自优衣裤的 那像是这套牛仔裤呢我之前在八月购物分享的那支视频里面 也有跟大家推荐过 是我个人认为优衣裤这一季的一条神裤吧 上身的这个效果呢真的巨显瘦又巨显腿长 那我这次呢又入了一件跟牛仔裤同样颜色的这个衬衣 深蓝牛仔的这个颜色呢本身其实就更适合秋冬的这个季节嘛 那穿在身上呢也是很显高级的一个色调 像早秋还不算太冷的这个季节呢 穿一件这个衬衣其实我觉得就刚好合适了 那等天气再凉一些呢在外面去搭配西装外套啊小皮衣 或者说风衣外套去穿呢其实都很好看 那因为这一套的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比较的沉闷嘛 所以呢我在配饰的部分呢就选择搭配了一条 豹纹的这个小丝巾 那这条小丝巾呢也是我在ZARA淘到的 我觉得它的这个大小呢刚好合适 日常佩戴呢又不会说特别的夸张 又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细节点缀 而且上面呢还有一点红色的这个图案 瞬间就能让整套穿搭的颜色呢变得更加的活泼了起来 如果大家想在今年秋冬天在自己的穿搭里面 融入一点豹纹的元素的话呢其实这条小丝巾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入手的一个选择 那鞋子的部分呢我同样是选择了豹纹元素的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我大概好像是前年还是说去年的时候买的了 就买回来以后呢一直就没有拿出来穿是来自VANS的一双球鞋 因为买回来以后我就放在了平常不怎么就是会打开的一个鞋柜里面 所以就彻底给忘记了那直到我前段时间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就突然间发现了它 然后呢我就赶紧把它拿出来了因为今年豹纹很流行嘛 我相信我今年穿它的这个机会一定会非常的多 那包包的部分呢我是搭配的一只棕色的hobo bag 这只包包本身就是一只很有秋冬氛围感的一只包包 那跟整一套的这个穿搭搭配在一起呢就是一种非常帅性帅气的感觉 那接下来第四套鞋呢其实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穿的一种穿衣风格 就是这种比较轻松简单很自然的一种穿衣风格 那上衣的部分呢是来自优衣库的一件原领的姚立荣的T恤 这件T恤我记得我大概在两年前还是三年前就给大家推荐过 当时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件好像是同款的紫色 这件它的这个面料呢真的超级柔软顺滑 而且非常好打理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洗呢 它也不容易变形也不会皱 保暖性上来讲呢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无论是日常通勤啊还是说周末休闲的时候 或者你就是把它当一个居家服去穿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这个衣服的颜色选择呢也很多 属于优衣库秋冬呢必入的一个单品之一 那下面搭配的这套裙子呢也是来自优衣库的 也是我自己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条裙子 基本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在其他的高阶品牌里面 都是贵一倍的这样的一个价钱的 那这条裙子它就是这种很基础很好搭的一个小黑裙 整个这个版型呢也是属于今年比较流行的 这种散状蓬蓬裙的一个效果 属于完全不挑身材的一个款式啊 那腰围这边呢是松紧带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整个收口看起来呢是很极简干净的 那像这种全黑的穿搭看起来多少会有一些沉闷无聊嘛 所以呢在其他配饰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多下功夫 那像我自己呢在项链的部分呢就是选择搭配了一条这个牛角包造型的这个项链 这项链我真的好喜欢好可爱 我觉得戴上这条项链瞬间就会给这条穿搭增添一种俏皮可爱的元素 那这条项链呢我自己也是一眼就相中了的 对于跟我一样喜欢吃牛角包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这条也是必入的一条项链 它整个拿在手里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分量感的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造型呢也很百搭 那同样它整体的这个光泽感呢也是非常够的 包括它整个牛角包的这个造型纹理感呢都设计的非常的好 就看起来是一个很胖乎乎然后软嘟嘟的这样子的一个牛角包的一个造型 同样是属于一条非常百搭耐看的一条项链 那为了给这条黑色鞋穿搭来一点初跳一点的点缀 所以呢鞋子的部分呢我就选择搭配了这双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Adidas这一双黄色的球鞋 我觉得穿着这双球鞋呢瞬间就是让穿搭变得更加的明亮活泼有活力 那最后包包的部分呢我选择搭配的是ZARA的一个豹纹的帆布包 这个也是很能够给穿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的一个单品啊 它这个肩带的设计我觉得还挺长的 所以我自己尝试了一下就算你把它鞋背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它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拉链的一个设计 所以整体用起来呢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但这个包包老师说我是觉得它整体的这个质量做工 是没有达到我的一个预期的 如果你去生活在国内的小伙伴的话 其实以同样的一个价格的话 应该能在淘宝上能够买到质感更好的这种豹纹的这种包包 那最后一套穿搭呢是一套很法式浪漫 很有女人味的一套穿搭 基础款的这个小贝西外面呢 搭配的是一件忧郁库今年新出的这个棕色的一件cardigan 这件呢它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细小的这种网眼针织的一个设计 所以穿在身上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雅更有女人味 那它的这个面料呢也是很柔软亲肤的 大家可以单穿也可以把它拿来叠穿 那颜色呢我选的是一个巧克力棕色 像我自己一进入秋天呢 就非常的容易陷入棕色写单品无法自拔 那这件呢现在也进入了折扣区 对秋天一定是一件实穿度很高的一件单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跟它搭配的呢是来自ZARA的一条豹纹的裙裤 这条裙裤呢相比起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条豹纹的半裙 显得会更加的俏皮一些 它是这种高腰宽边的一个腰围设计 所以上身的效果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显腿长 包括它这个褶皱的一个处理呢 也会更修饰我们腰腹的一个坠肉的部分 那秋天这样的季节呢 去搭配一条丝袜和长靴呢 是完全能够应付得了的 那天气再冷一些的时候呢 去搭配一件风衣外套呢 其实整体看起来呢也会非常的有范儿 那项链的部分我同样是选择搭配的这条牛角包的项链 去跟这一套法式穿搭呢去进行一个呼应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搭配了一条珍珠手链在真制衫的外面 那我自己最喜欢这条手链的一点呢 就是它是这种双链的一个设计 一条珍珠一条金色的小珠子 整体搭配在一起呢 显得非常的精致时尚 平常呢大家就算是通勤俱戴呢 也不会说很夸张 同时呢也会显得很有气质 很精致的一个感觉 我自己说到这条手链以后 已经带了大概有大半个月的时间了 就一直就没有取下来过 我觉得跟我这条 那个卡蒂亚的这条手链 叠搭在一起就还挺好看的 它的这个质感呢 是丝毫不输给卡蒂亚的这条的 这两条手链 它的这个价差大概有十倍都不止吧 所以尤其也可以看得出 他们家的这个首饰的一个质感 还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这大半个月就是洗澡的时候 也是带着它的就都没有取下来 那目前呢是没有发现什么脱色啊 就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吧 但是它的官网呢是有写说 就是最好是不要碰热水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延长它的一个寿命的话呢 最好还是就是洗澡的时候 把它给取下来 就尽量不要去碰热水吧 那这期视频呢 也会抽出一位幸运儿来送出一件视频 那参与抽奖的方式呢 也非常的简单 点赞我的这支视频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评论留言告诉我 你们最喜欢今天分享的这几件视频里面的哪一样 那这支视频发出后的一周呢 我会在我的这个YouTube的community里面 公布这个中奖者 然后送出你留言给我的那一件首饰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这次的抽奖活动吧 那接下来的视频呢 也会陆续有其他的这个抽奖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了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就麻烦给我们这支视频按一个赞 然后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